大年初九迎接開工日 那臺股歷經十二天的休市期之後呢 也在兔年開出首日的紅盤 一開盤大漲超過五百點 而其實主要的大漲原因 主要是在封關期間 每股表現都很不錯 而且這些經濟數據 包含GDP還有PPM 都是優於預期的 也帶動臺股今天的上漲 而臺股上漲主要的助攻 就是來自全資股 像是護國神山台積電 一開盤大漲超過百分之五 來到 現在來到五百三十五元 而聯發科表現也很不賴 其他呢 像是瓶蓋股的大力光 來到兩千一百六十五元 而今年呢 整個兔年的展望 投過了董事長也做出分析 讓我們聽一下 稍早訪問 今年以來 臺積電的ADR 已經上漲了二十五個percent 那臺股的臺積電本身只漲十二個percent 所以中間有一個十二percent的價差 我想臺積電的帶動 這個臺股往上這個上揚 會帶動指數往上 而且搭配這個國際股市 目前整個美股的三大指數 三大指數裡面 除了道權以外 事實上包含的費半跟S&P500 都已經站上了年限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有利於 整個國際股市 有利於臺股今天開紅盤的這個表現 可以看到整個浩子紅通通的一片 而董事長更直接點名分析 投資人可以佈局兩大族群 包含電動車類股 還有半導體類股 不過過幾天呢 美國聯準會將會決定升息與否 也會影響臺股的表現 不過董事長呢 很樂觀地表示 今年金兔年會像兔子一樣先蹲後跳 對臺股的展望相當樂觀 剪刀 hai perspect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